两男一女在派对上神秘失踪 25年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参与派对的岛民对此漠不关心 甚至对调查人员异常排斥 蒙面人的死亡威胁 岛上突发的命案 是巧合还是人为操控 随着真相拨开 几位侦探发现 他们也快失踪了 故事要从一个女人说起 她叫德福 报社殖民记者 接连追了18个月的新闻 在关键线人上吊后 戛然而止 她没有报警 而是拿走了线人的电脑 上司担心她惹出更大的麻烦 派她去阿尔兰小岛 调查25年前的失踪案 德福的家乡就是阿尔兰 她曾在当地犯下无法饶恕的罪过 奈何上司告诉她 如果不去 就会罢免她的工作 德福不得不屈服 与她同行的 还有一个真实犯罪节目的播客 伯特和调查助理艾米 负责经营的导游肖恩告诉他们 岛上的传统节日 夏末节 是由一个外号 拉库当小子的男人举办 男人很富有 前方不远处就是她的服务器农场 自从失踪案发生后 岛上再也没举办过任何节日 听说最近男人又在琢磨 该怎么重启夏末节 三人在岛上的旅馆订了房间 肖恩似乎并没有下车陪同的意愿 德福在房间里见到一匹狼 仅一瞬间 她就跳出了窗外 欧希太太向三人介绍当地风土人情 可在听见失踪案后 脸上流露出不自然的神情 差异出来都没有察觉 夏末节的举办地 是在一片草坪上 自从失踪案发生 这片地就荒废了 土地主任达拉告诉他们 岛民们对夏末节的重启期盼不已 似乎他们都很不满 因为失踪案关闭节日 失踪者之一 菲奥娜 生前是名教师 她的表面仍住在岛上 第二个失踪者叫马拉奇 没有任何信息 最奇怪的是 第三个失踪的男孩 连名字都差不到 让人感觉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人 伯特的祖先曾在阿尔兰生活 他很快就和当地人聊得火热 由此认识了一个 叫西莫斯的男人 德福全然没被酒吧的氛围感染 他看见萧恩 撒了一打钱给西莫斯 正在疑惑时 一个男人突然站起来 嘴里哼唱着夏末节的歌 德福受不了神叨叨的当地人 其身去门外透气 一位老者突然告诉他 其实失踪的三人都遭到了袭击 但更多的 老者也不敢说 第二天一大早 三人从宿醉中醒来 伯特将昨晚的事忘了大半 就在兜里 摸出一张八千的账单 与此同时 导游萧恩不见了 连电话都打不通 本来当天的行程 是采访参与过调查的警察 和菲尔娜的表妹 但德福拒绝和他们一起行动 而是找本地人 打听萧恩的住址 女人眼神闪烁 一会儿问德福三人查到了什么 一会儿又说起小岛的由来 就是不肯回答问题 德福只好离开 而在她走后 女人竟长说了一口气 伯特和艾米的采访也不顺利 菲尔娜的表妹拒不开门 好不容易找到调查官间的警察 鲍尔 对方倒是热情邀请他们进了家门 收起下母级的传统就是便装 以防失去亲吻的亡灵找上门 可当艾米问起失踪三人的信息 鲍尔脸色大变 坚称岛民们和谐友爱 天生就是好人 绝对不可能发生任何离奇的故事 说不定只是三人恶作剧 故意不辞而别 引人恐慌罢了 伯特和艾米还想问些什么 可鲍尔拉着他们喝了好几杯 已经知道不幸人事 两人好不容易将鲍尔扶到床上 担心他呕吐后会呛到窒息 还特意为他换了姿势 却没想到 两人走后 伯尔突然站起身 死死盯着床边 另一边 德夫根据小岛地图 很快找到肖恩的家 窗户没有上锁 德夫刚踏进去 西莫斯也愤怒地找上了门 肖恩的电话仍旧打不通 德夫躲在一旁听他咒骂 等西莫斯走后 悄悄跟了上去 看见他从商店里买了一束鲜花 将其扔下悬崖 似乎是在祭奠谋认 德夫还想再跟踪 可西莫斯早就发现了他的行踪 说的话也和鲍尔无异 小岛民风淳朴 岛民友爱谦让 夏末杰那桩成年烂事 反而会破坏现有的和谐 德夫没有去听他的话 反而觉得 西莫斯好像似曾相识 回去的路上 身后突然出现一辆黑车 德夫意识到来久不善 转身拐进树林逃跑 可黑车还是绕路追上来将他撞倒 车上下来的两个蒙面人警告说 如果继续调查失踪案 那么他的下场将会很惨 与此同时 消防车从伯特两人身边路过 方向却是他们居住的旅馆 赶过去才发现 萧恩的车被人为纵火 难道这也是一种警告吗 德夫返程途中 又遇到那匹狼 多次出现 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等德夫跌跌撞撞走回旅馆 火灾已经扑灭 而他也听见萧恩和欧西太太的谈话 这才得知 原来两人是母子关系 可他们为何偏偏要隐瞒呢 如此异常的举动 能说明欧西和萧恩都藏着秘密 而德夫在的威胁 也说明萨侦探离真相不远了 保民们不肯提供 弗奥娜和马拉奇的信息 艾米正好偷走鲍尔的调查文件 里面有一篇 关于第三个失踪者的报道 他在失踪后第三天 奇迹般又回到了岛上 在灯关的照射下 萨恩看清了 被修正带土改的名字 爱德华 当年是一个叫迈克的修女 在路边发现了他 迈克修女 住在离海岸不远的另一座岛上 修女听说三位平民侦探 是为了做一档播客节目 招待他们进修导院参观 修导院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 它原本是一座中世纪古堡 修女会大概在一百多年前接管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修女们一时决定对外开放 不少信徒们只要交钱 就能到修导院做户外瑜伽 或是享受修女提供的私人疗愈课程 德夫一眼看出修导院是为了敛财 可修女却问她 德夫的名字是不是德比亚萨的简称 这里一直流传的一个故事 多年前有个叫德比亚萨的女孩 在一家修导院纵火 所以德夫到底是不是故事中的女孩 趁修女不注意 德夫拉着两人去三楼找到迈克修女 她的状态看上去不是太好 可德夫还是狠狠推了她一把 直接了当让她回答问题 伯特受不了德夫的粗鲁 他温柔地安抚了迈克 这才引导迈克想起 夏末及失踪案之后几天 他开车进城 恰好在路边遇到那个失踪的男孩 但男孩失忆了 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叫爱德华 而他还有另一个名字 泰迪 正是那晚在酒吧里 突然高歌的人 泰迪是鲍尔的儿子 怪不得在调查文件里 鲍尔可以引去了泰迪的名字 父子俩经营一家工坊 自从失踪案发生后 泰迪就不爱与人交集 整天将自己关在工坊里打体 他看下去一副 拥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却在德夫弄伤手后 贴心地为他包扎 见几人没有恶意 他还透露说 失踪的菲奥娜是他的老师 泰迪没什么朋友 每次放学都是菲奥娜送他回家 给他做晚餐 讲故事 这样他就不会孤单了 就在这时 鲍尔突然闯了进来 将三人赶出工坊 警告说 如果再来找泰迪 就以骚尔罪逮捕他们 25年过去 鲍尔人将泰迪当作小孩保护 却没问过他 想不想成为大人 三人刚来到小路 本该在这里等待的消音又消失了 与此同时 德夫接到上司电话 由于他带走了现任的电脑 警方办出官方机密法 要求逮捕德夫 他只能继续留在小岛调查 等待上司为他解决难题 回去的路上 仅如碰上达拉 他提醒伯特 岛上的混混弗兰克一直在找他 可伯特的印象里 似乎并不认识这一号人物 达拉管理着岛上的土地 对25年前的失踪案也有所了解 在案发之前 泰迪是个开朗的男孩 经常黏着菲奥娜 可当德夫问起失踪的马拉奇 达拉突然变脸 咒骂说 如果再提及不该问的问题 就要用石头把他们的牙齿砸碎 小岛有一项活动 公路保龄球 超过半数的岛民都会参加 德夫下两位看似面上的老人 打听马拉奇的线索 他们只知道 马拉奇的公路保龄球玩得很厉害 从1995年开始 一直到1999年失踪案发生 马拉奇总共蝉联四届冠军 刚好每一届的公路保龄球赛 都会拍照留念 时隔20多年 只剩下图书馆还留着几期照片 图书馆距离德夫的位置 足有30公里远 他和艾米搭上一辆三轮 而伯特则和西莫斯一起去了酒吧享受 全人忘了来到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振兴他的博客节目 没多久 一个脏便女找上门 指出伯特在酒吧烂醉那天 和弗兰克打赌输了8000欧元 怪不得达拉会提醒他 小心弗兰克 而伯特的账户上 只剩下367美元 信用卡还有5400多美元欠款 从哪能拿出一笔钱还给弗兰克 另一边 艾米两人夜深时才感到目的地 图书馆早已闭馆 他们迫弃地想要找到马拉奇的线索 于是艾米从窗户翻了进去 躲过折返的管理员后 给德夫开了门 借着微弱的灯光 两人翻转到1999年的新闻 除了马拉奇外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西莫斯 他和马拉奇的关系 看上去如此亲密 更重要的是 德夫想起 他曾做过一起专线报道 西莫斯原名杰克 曾因走私越境而臭名昭著 被警方通缉了好些年 怪不得他会觉得西莫斯似曾相识 当年所有人都以为杰克去世了 没想到 他在小岛上隐姓埋名 藏了20多年 那么失踪的三人 是否和他有关 就在这时 欧西太太通知三人 岛上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有人发现了达拉的尸体 这时 三人终于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25年前犯下悬案的人 至今都没想过收手呢 以上就是2024年最新悬疑每一句 追尘物语一到二集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